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非外国人 就是非法拘留 非法入境 非法工作 他们认为就跟流传出来的这段视频有关系 但是北京官方就是说没有任何关系 本来就要清理你们 对吧 是 怎么回事呢 你徐老师你最近在香港 在火车上传到网上 这个事有背景的 前此一段时间 不是出来一外国人在北京当街企图强奸 对 我中华妇女 因为我中华有看到 在北京视频 对吧 这 这算一件事 然后呢 就有一个视频出来 有个老外坐火车 把脚搭在前排女客的这个座椅的这个上边 他还骂了这个粗口 你可以看一段 这个网 网上流传的 这位大气大气新家这个中文学的很地道 最后骂出了一句 咱们不能播的话 就是傻差啊 你傻什么 你对 这是什么国家的 俄国的 是北京交响乐团的 这个好像还是首席大提琴 但是呢 就是这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要这么干 老外行为奇妙 老外行为不简 就是他 然后呢 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 这个这个指挥啊 叫谭丽华 我看 这个谭丽华 他关联到两件事 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事 说是这不符合我们乐团的规定 我们乐团要求你也得守行为 对吧 你这个破坏了我们乐团的这个声誉 而且这老外也道歉了 听说是 但是道歉还是就是 炒掉吧 炒掉吧 基本上就是 但是呢 你知道 我就注意到 同时这个谭丽华呢 最近实际还他 也是他啊 他聊了一个什么话题啊 就是说 中国的演出团体 因为他是北京交响乐团 他们很有这个外国演出经验 他说 中国的很多演出团体 现在国人不热衷于到外国去吗 演出一说就是什么国际环球音乐会 他说很多都是赔本转吆喝 说这么样的传播中国的音乐文化 实际上啊 是个糟蹋 他把这个叫做镀金工程 然后就有人就讲了 说是这个维也纳金色大厅 你注意到没 近些年 很多我作为主持人 我介绍过好几回了 说下面给大家演唱的这一位 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怎么怎么叫 怎么怎么叫 我们一听就去 维也纳金色大厅 感觉这是泡流地 那是个魂能行 我早就知道了 是吗 那当然 维也纳金色大厅 整个夏天就是租出去给大家 维也纳金色大厅了解了 情况是这样 说人家正经的演出 一年两百厂 两百厂之外的呢 就是商业出租 没错 可以出租 但是人家金色大厅的那个经理啊 也是这个 你听他说这个话也很有意思 他说当然 我们虽然是这个租屋厂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艺术能够尊重 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没有观众的演出 我有几次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这样的在金色大厅的演出 但是有一点 他还是有那么多人听 而且现场也还是有很激烈的反应 那就说明还是艺术水平 不是送票 送票 不是绝对 那个送票 包括有那个农民工 欧洲是不是有农民工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就是说 他是这样 我给你解释一下 像其实全世界好几个这种 著名的场地啊场合 中国人最熟悉就 我也纳金色大厅嘛 他们一般有个习惯 比如说我们去欧洲听 古典音乐的人就了解 夏天暑假 他是休息 夏天 那个时间他会租出去 你如果那个时候去的话 那首先呢 你你就 你不要太烂 不要太离谱 那说不定也会有些游客啊 什么会来听 所以很奇怪 你说不定一个中国乐团去了 中国什么歌唱家去了 来的人里面呢 首先呢 是当地的华人社团 俄大使馆文化参战 什么 他们 吆喝一下 组织一下来一帮人 那你还看到老外的话 那老外多半是游客 没错 对 就这么凑合起来 而且还有一点 我拍电视的是国内的电视台 对 当然 为什么叫赔本赔本转吆喝呢 就外国人都不理解啊 说你都没有观众啊 或者说有观众是什么 就是送票 请客 当地的打工的 开华人开中餐馆的 经常去看这种演出 你知道吗 他给你票 带老婆孩子 亲戚 全叫上 甚至就常常是后半夜 被当地人称为后半夜演出 没错 所以维也纳的华人餐馆的 这个老板精神生活都很丰盛 你知道这个 就谭丽华就说 他在这个维也纳金色大厅待了一个星期 看见三拨学生 一个星期就三拨学生 在这个金色大厅演出 平均一个学生上台演五分钟 底下空无一人呢 但是你知道吗 拍下照片 这就有了 还是金色大厅 今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了歌了 管你下边有没有人呢 这事儿当个不仅本用 所以因为这个我以前 我觉得十多年前就有了 就我们这个期待 十几年前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一直听古典音乐 十几年前我就留意 怎么会那么多中国人 说什么去了金色大厅 那怎么回事 因为金色大厅 它平常是有要求的嘛 像这种大型的音乐 像荷兰 那个拐绳乐团 那个大厅 他们都是有 平常有艺术总监 他平常是谁来演出 怎么样 他是筛选的很厉害 他有一定品位 那我就想说 那我们中国确认肯定很牛嘛 但为什么 我看外国杂志什么 连说都没说过这事儿呢 那后来发现 全部都是自己搞的 然后现在我还发现更绝的 绝到什么程度呢 有时候呢 这些出去演出回来的 还说在外面广受好评嘛 广受好评呢 就说比如说 文也纳 什么什么报纸 什么月评 说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那时候是怎么回事 把问报纸 他有的是华文报纸 有的更绝的是 真的是当地的德文报纸 但是其实是他演出完之后 他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 广告是个评论 他找人写了个评论 那不是但是用广告方法刊出 那肯定一面说好 没错 那那你拿回来 你看 法兰克福时报都决战了 说什么世纪演出 这些全都是假的 花了钱找星空之子 还以为找到爱情了 这是这么一个基本道理 但是你说老外才不明白呢 他以为说中国人这么傻吗 赔本赚腰 外转内销 对 钱都在里头挣出来了 所以你说中国人是 你说他是土呢 还是羊呢 他是重阳媒外 你说 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 这一个阶段里边 我跟你说 印度也这样吗 印度还没到我们这阶段 印度过了 因为印度是被殖民过的 他早就知道这些勾当 他们也干过不少 我看 但我觉得中国是一部分一部分 有的部分好点 就是书 以前呢 我常常见到很多的书呢 是假书 你听过这种事吗 就原来没有这本书 但是他们就说成是翻译至某本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十个月的第一本 那本书是不存在的 是个中国人编的 他做了 装了一个老外的名字出来 说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老外写了 然后他再翻译过来 那本书是不存在的 中国过去很多这类书 但现在少了 是因为现在呢 天天直接看纽约时报的人挺多 然后平常会留意 这些外国出版讯息的人也挺多 这种假做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轮到金色大利这个神话 哎呦 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国内现在也有点钱 因为外国有很多东西 它是商业运作 好的一个地方 你花钱 你把厂包下来 他反正收了钱就行了 我们现在人民币硬通货嘛 不过也有非常好的 我就看到这个 这个朗朗 朗朗 你怎么讲的朗朗 朗朗 朗朗 你家外生 苏宾 苏宾妹的 指挥 维也纳交响乐团 那也是金色大利 不是 在维也纳的下宫 那个更厉害 在郊区的那个 那个皇宫前面的空地上 行 你发布的情报很好 下一步就都奔下宫去 强强散演 成本大 成本大 fortress 很好 有一艘 彬叶 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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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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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